你的心脏是否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个也是心跳声吗 感觉像坐火车听到的声音一样 有杂音 是什么导致心脏伐门关不上 还关不严 我们手拉着这个绳子 就是我们这个键锁结构 这个绳子连到门上 然后我们手使劲的时候 就拉着这个门不让它关 那手如果松弛了 那么它就会出现反流 是不是到了这个二肩半反流 到了一个中重度的时候 就需要对这个绳膜来进行修复了 确实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经过药物治疗之后 那是我们的中重度以上的反流不恢复 那么一般来说都要进行治疗了 本期健康朋友圈 带你守护心脏的阀门 养生路上不彷徨 朋友圈里找秘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让我们掌声欢迎 爱提问爱健康的陪诊员小宇登场 大家好 我是陪诊员小宇 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 可以拨打电话 024 2318 6065 向我们来咨询 同时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你可以下载北斗荣眉客户端来收看 那今天节目开始啊 我请大家呢听几个声音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个呀是心跳声 这个声音啊 咚咚的一听就是一个健康的心脏 没错 那这个啊是一个健康有力的心跳声 那听完了这个第一个声音 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第二个声音 这个也是心跳声吗 感觉像坐火车听到的声音一样 有杂音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保持疑惑 我们再来听听最后一段声音 这个也是心跳声 但是感觉有些不同 像这个大风刮过去一样的声音 呼呼的 那刚刚呢 我们听完了这三段声音了 到底它们有什么样的含义 是否说明我们的心脏出现了问题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的专家老师 来帮助大家解决难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心内科郭亮教授 让我们掌声欢迎郭教授 郭教授你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陪诊团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心内科的郭亮 本期特邀嘉宾 郭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心内科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 结构性心脏病学组委员 辽宁省医学会 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 益促会精准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 心血管病委员会委员 欢迎欢迎我们的郭老师 那节目开始啊 我给我们的小鱼 还有机前的圈友 听了三段这个心跳声 这第一段呢 是饱满有力的 这一段啊 像是这个火车呢 产生这个轰鸣声呼呼的 而第三段呢 就像是这个风吹的声音一样 这三段声音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 尤其是最后的这两段 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心脏 出现了问题呢 还是请咱们的郭老师 来给大家来说一说 没错啊 跟我们刚才 我们听到的三段心音 第一段是正常的心音 第二段呢 和第三段呢 跟我们健康有力的心跳声不同啊 第二段呢 是我们心脏里面的一个瓣膜 叫二肩瓣狭窄 狭窄的时候听到的声音 我们叫隆隆样杂音 第三段呢 是二肩瓣出现了反流 出现了血液的倒流 听到我们叫吹风样的杂音 所以说啊 当我们的心脏出现了杂音 就说明我们的心脏瓣膜 出现了问题 那么一提到这个心脏瓣膜 可能很多这个圈友啊 都不太了解 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心脏的瓣膜呢 还是请咱们的郭老师 来给大家结合一下我们的屏幕 来讲解一下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心脏呢 是一个动力器官 是一个泵 是一个肌肉泵 它中间是空腔的 那我们途中呢 这几个白色的结构呢 一共有四个白色结构 就是我们心脏的四个瓣膜 那我们最右上角的 带着两个这个肉柱 和这个像这个 皮筋一样 白色皮筋一样 连接的这个装置呢 就是我们的二肩半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角 那么这个二肩半的结构 是非常的复杂呢 它首先包括一个半环结构 这个半环就是 这个门的一个门框 那么另外呢 有半叶结构 半叶相当于我们的门 另外呢 还有两个乳头机 乳头机就相当于这个门 这个像一只手一样 那我们手拉着这个绳子 就是我们这个键锁结构 这个绳子连到门上 那么我们手使劲的时候呢 就拉着这个门不让它关 那手如果松弛了 那么它就会出现反流 那如果说啊 这个二肩半关闭不全了 那我们这个心脏的大门 它是怎么着了呢 老师 二肩半关闭不全呢 就是本来只能向里开的门 它变成可以向外开了 这个雪只能 本来只能往里走 它变成了 也可以有一部分雪 倒流回我们的这个新房里去 雪也发生了倒流 那么它的原因有很多啊 就是说 也可能是门框出了问题 门框扩大了 也可能是门事出问题 门事破损了 也可能是我们这个辅助去迁拉的 这个拉着这个门的这个建锁 或者乳头机发生了问题 那么这些情况呢 都可能会引起 二肩半的严重的关闭不全 那光老师 我刚才在听您说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词说 您说这个门相当于 之前是往里开的 现在往外开了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 这个血管的话 这里面的雪液 它是反流的一种状态呢 是的 那么整体来说 雪液仍然向前流 只不过呢 这个在向前流以后 那么这个心脏舒张的时候 本来这个血液 不应该倒流回去 那么它有一部分血液呢 又回去了 而这样的话 这个血液就相当于 在心脏内呢 反往复的运动 血液在心脏内 往复运动以后呢 心脏就会增加心脏的工作量 那么这个心脏的功能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刚刚听老师讲了这么多啊 我们到底该如何判断 自己是否出现了二肩半反流了呢 需要我们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老师 实际上二肩半反流的诊断 其实很容易啊 那我们这个医生在常规的进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呢 用听诊器来进行听诊 就可以听到很清楚的二肩半反流的杂音 刚才我们这个那个小视频里听到的那一段吹风样的杂音 就可以判断出是二肩半的反流 那如果要确诊的话呢 我们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超声心动图的检查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心脏踩超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二肩半反流的这种改变 那老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二肩半 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二肩半关不全的症状呢 早期往往不典型啊 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心悸心慌 会有一些乏力 到了晚期呢 主要就是心衰的症状 那比如说呼吸困难 特别是劳累后呼吸困难 或者是说端坐呼吸 严重的病人会有端坐呼吸 那病人夜间不能平卧 只要这个病人坐着还可以 那只要一躺下 或者是晚上睡着以后 夜间会有这个憋醒的情况 那病人在不活动的时候 可能没有感觉 那么快走或者爬楼 或者进行这种大幅度运动的时候 会有明显的呼吸困难这种感觉 那如果说啊 一旦出现了刚才老师说的那些症状 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地去医院进行就医 千万不能掉你轻心 如果说啊 我们一不小心啊 被检查出来 就需要我们马上来进行治疗呢 是的 那如果是气质性的二级板反流 中重度和重度的这种二级板反流 那么我们要及时的手术治疗 那这个手术的实际呢 实际上是越早越好 那如果你这个手术晚了 拖的时间太长了 心脏发生了形变 那你在做手术呢 效果就往往不那么理想了 而对于呢 功能性的二级板反流呢 那我们这个 首先呢要进行这个规范的药治疗 规范的对因治疗 那如果是冠心病 或者心肌梗死 引起的二级板反流 那我们对心脏呢 要进行再冠重治疗 那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心肌病呢 我们要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 那如果呢 经过药物治疗之后呢 病人的心脏回缩 那它这个门框 半环缩小了 那我们反流程度呢 就有部分病人就会减轻 如果都不能减轻呢 这种情况呢 仍然是中中度以上的反流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修复 如果电视机前的TRIAL 对二级板反流存在很多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呢 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我们会请郭老师来为大家做细致的解答 那么或许更多精彩资讯 大家呢 请下载北斗荣媒客户端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督呼吸病医院 共同党造任务绩续医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幽远 高真堂 纯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节目 我们邀请大家的嘉宾 是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新内科 郭亮教授 带您守护心脏开关的阀门 那刚才听了我们这个老师的讲解之后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是不是到了这个二间半返流 到了一个中重度的时候 就需要对这个半膜来进行修复了 或者是说 需要我们换一个半膜了呢 确实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经过药物治疗之后 那是我们的中重度以上的反流不恢复 那么一般来说呢 都要进行治疗了 对于大部分病人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外科手术的方法 那么进行外科的修复 进行外科的环缩 或者是间锁的成型 来进行这个半膜的修复 那如果对于不能修复的病人 或者不适合修复的病人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进行半膜的直换 郭老师 那您刚才说这个心脏半膜的手术 是不是需要这个开胸来进行一个治疗呢 那如果开胸的话 对于年龄大一点的这个患者来说 我感觉他们可能都接受不了 有没有什么介入治疗呢 我觉得小鱼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很多 电视机前这个圈有 特别想要咨询咱们老师的一个问题了 老师赶紧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确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常规的二年半修复和二年半直换手术呢 是需要开胸的 那么这个往往创伤相对来说大一些 对于年轻的病人还可以 那对于我们老年人 特别是合并一些 合并症多 比如说糖尿病啊肺疾病啊 这些合并症比较多的病人来说呢 往往是不能耐受的 那好在呢 近几年呢 我们这个介入治疗技术呢 一直在发展 那我们现在呢 也有一些相关的治疗方法呢 用于我们二年半反流的修复 那么对于适合的病人呢 效果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一定要特别地重视这个半膜疾病 在半膜彻底坏掉之前 尽量避免开刀手术 那老师刚才您说的这种介入治疗手术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图中蓝色的血流的就是我们二年半的反流 那我们现在用的二年半前夹修复系统呢 由导管和导管的输送器来组成 那么首先呢 我们穿刺病人的骨经脉 进入到右心房 从右心房 房间隔进行穿刺 进入到左心房 进入到左心房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地看到我们的二年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方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半膜呢 就是我们的二年半半膜 这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二年半前夹的这个修复系统 这个送入到我们的这个左心房 左心房里去 把我们的前夹修复系统 对准我们的二年半的这个半膜 并进行轴向的一个调整 这是我们这个二年半前夹这个夹子 已经在新房间打开 进行调整方向 进行轴向的一个对位 然后呢 对准反流最重的这个位置 送入到左心室 然后回撤 可以看到我这个夹子刚刚好 把我们反流最重的这个位置搭上 然后呢进行前夹 夹住以后呢 就可以使这个反流明显地减少 看到现在我们这个反流已经消失了 那老师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 我特别好奇呢 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这个进入性的治疗 是从我们的大腿内侧 然后开一个这个洞 然后把这个探头送进去的是吧 是的 那我特别好奇的就是 这个探头包括我们整个这个管道 它大概是有多粗呢 我们的输送系统呢 大概直径是8毫米左右 那么进入体内之后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前夹进入到左方以后 把它释放开 这个前夹是很大的 但它输送过程中是很细的 那足 这个我们的经脉 经脉血管是非常粗的 足以容纳我们这个8毫米的一个器械通过 那郭老师 那您这样的一台借助手术 它对于患者来讲 安不安全呢 还需要服什么抗凝药物吗 这个手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我们这个二年半前夹呢 它本身作为一种 二年半修复的一种方法 它有自己的适应人群 那对于适合的人群来说呢 那我们对它进行修复之后呢 那它的耐久性还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退一万步讲 即使这个病人将来二年半 在修复完成以后 那么过了五年十年 再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呢 进行补救性的这个开胸修复 或者是二年半的这个一个直换 那么修复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避免呢 术后长时间服用抗凝药 我们对于直换的病人来说呢 我们要长期呢 病人服用花法林这类抗凝血药 那么呢它可能呢 它需要稀释血液 那么病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呢 那将来发生这个出血风险的机会 就会大大地增加 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这个 二年半的这个修复呢 它不需要长期服用这种抗凝血药 它的生活质量呢 就会好很多 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愿意识心呼吁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铁棍山药粉条太好吃了 您好 要一个蜜汁叉烧 请吃绘画鱼 再帮我点一个白蜆鸡 好的 先生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要不然先这样 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那好 我们先点这些 一会儿不够我们再讲 好的 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去嘉县锻炼的机会 肯定是打着背包就去 他们怀着热血而去 扎根扶贫 五月无悔 我自己能帮助别人多少 就做多少 我这三年前就回来了 结果这里头拿了个农家 他们满腔肉爱而归 在美丽家乡 挥洒青春的汗水 在天津 在山头 在晨起 在日暮 只要我们看节骨 看杆 什么东西都是有的 在与贫困交锋的每一次对抗里 在与老百姓的每一次微笑里 他们用脚步丈量人生 他们用奋斗迎接曙光 无奋斗 不青春 没有疾病是否可以服用高方 从中医未病先防的角度来说 高方常用于补虚服弱 虚弱是机体对外界的 适应能力 免疫功能 以及抗病能力 较健康水平低下 不一定具有临床 检验指标的异常 比如说像亚健康状态 体质虚弱均可用大足方 具有五脏同条的作用的高方进步 才能够有效地促进 虚弱患者增强体质 哪些人群适合服用高方呢 凡是气血不足 五脏亏虚 体脂虚弱 外科手术 以及术后虚弱等人群 都可服用高方 但以下两类人群 尤其需要服用高方的进行滋补 第一类是老年机体减弱的人群 当出现体质减退 消化功能减退 眼花耳鸣 记忆力下降 行动敏捷性下降 古致疏松的朋友注意了 高方有抗衰延年的作用 反老年人气血衰弱 精力不足 脏腑功能低下 中年人由于工作压力 和家庭负担出现 为老先衰 比如说须发早白 头昏耳鸣 神疲乏力 心悸失眠 记忆力衰退 要尽早服用高方进步 第二类是亚健康人群 如果出现睡眠不佳 胃肠不适 一疲劳一感冒 情绪不稳 面色晦暗 头发干枯 内分泌紊乱 女性月经不调等症状 也需要高方进步 五脏同条 达到纠偏去病 胃病先防的目的 为什么说秋冬进步 首选高方 秋冬进步 无平衡阴阳 疏通经络 调和气血 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方又名高姿 二十斤的先药熬至成膏 最多能熬成高方 四斤左右 浓硕的不只是体量 更是效果 这些药经过浓缩处理之后 更便于储存和携带 适合长期服用 在古代高方 一般只有达官贵人们 享用的居多 其味道醇厚 口感润滑 并入喉清凉 内含丰富的药材 是少数人才能享用的 极佳滋补用品 再次感谢我们的郭老师 做客我们的节目 带着大家认识了半膜病 守住心脏的大门 那郭老师在节目最后 您还有什么想跟大家 来分享的呢 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的进展 二年半疾病并不少见 而且这种疾病 早期的表现非常轻微 不被重视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 应该加强我们健康的一个管理 经常去体检 那么对于这个疾病 要早发现 早治疗 而且这个疾病 我们目前是有办法的 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只要你能够及时的治疗 得到规范的治疗 生活质量也是会不受影响的 感谢郭亮医生的叮嘱 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024 2318 6065 向我们来咨询 同时更多精彩节目资讯 您可以下载 感谢郭亮医生